第八章 骑鲁之难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 当年曾到河南 安徽等省对大饥荒做过调查 他对我说 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1999年 我到烟台杨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 在朋友的帮助下 查阅了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 经过几天查阅 有一些收获 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 山东大饥荒的情况 有待大案开放后 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第一 批判赵建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他省一样 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 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建民 赵建民1912年生于山东辽城关线 1932年入党 1933年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 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 赵建民也被捕 山东军阀韩富渠对他亲自审讯 他没有屈服 赵建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 重新联络了地下党 恢复了山东党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 赵建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 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 在解放战争中 他任第二业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 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 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 1949年后 在西南局主管交通 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成瑜铁路 后任铁道部副部长 1955年任山东省长 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省长 1958年 因对浮夸风不满 被扣上了地方主义 分散主义 和右倾 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 第二把手 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 赵建民是山东的老革命 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士根基 是这位老革命 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 还是外来的上司 位于赵建民的地方势力呢 也许二者都有 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 赵建民是敢说真话的人 恰恰在这一点上 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 帽子是现成的 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 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 其实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 说了一些真话 地方主义 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 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 山东省委发出通知 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建民 向全体党员传达 省委认为 自1956以来 赵建民同志 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 成为反冒进 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 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 1956年8月 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 赵成书童 谭启隆同志 不在济南的时机 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 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 集中工作中的缺点 搜集落后面材料 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 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 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 南大街76号赵建民的家中 见到了这位老人 当时他已经89岁了 身穿蓝色化仙旧中山装 头戴一个大皮帽子 我到他家门口时 他扶着拐杖 站在街边看着我 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 没搭理他 我进他家 他才跟着进来 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 我才知道 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建民 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 我们聊了起来 他首先谈到他和书童的关系 他说书童是个知识分子 是江西辅州一个学校毕业的 爱好书法 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 我到山东后书童约我谈话 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 我谈了山东情况 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 希望在他的主持下 把山东工作做好 书童说 你谈得很好 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合盘拖出 我说 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 你还感觉我没有合盘拖出 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 孤立他 不支持他 我说 书主任 我已经实事求是的 向你讲了我的意见 再不能变一个盘 向你拖出 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 被加防范 在广东 山东 甘肃 以及其他省份 都批判过地方主义 用外来干部 钳制当地干部 赵建民在山东很有威望 当然是要防范的 毛泽东就是利用书童来防范赵建民 赵建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 1958年大跃进 有全国的影响 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 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 这股风越刮越大 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 我也是农村出身 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 高师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 当时是织布书记 我问他 无产这么高行吗 他说做不到 我到农村考察 下面组织农民跳秧个 我不高兴 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 是假的 书童这个人 你越说好 他越高兴 你说实话 他不高兴 书童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 毛 刘 周 朱 陈 林 邓 一个一栋 我当省长时 修了泰山普照寺 批判我时 还是一条罪状 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 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 济南钢铁厂搞扩建 需要材料 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 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 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 后来不一不说 山东饿死了300万人 说这句话时 赵建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建民以外 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 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 也受到批判 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 在济宁地区 各地区都进入了大明大方阶段 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 意见明了几千条 情绪很热烈 气氛很紧张 与此同时 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 乱扣帽子 成批的撤换干部 和开除党员党籍 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 不完全统计 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 进行整风补课以来 到1959年4月 当作白旗 拔掉的就有两万六千多人 1959年4月 中央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 对济宁乱拔白旗 提出了批评 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暗语中 指出拔白旗 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 有一些地方干部 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 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 那些带有急躁和承办情绪的人 更把把白旗 变成抢破命令 承办干部的工具 少数坏分子 则乘机制造混乱 接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 一般不要提把白旗 要实事求是的 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 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 并没有扭转山东左经狂热 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第二毛泽东 游少奇给山东鼓进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 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 又放了那么多卫星 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 却没有他的临省热闹 毛泽东到这个省鼓进了 1958年9月5日 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 下午30左右 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 省委书记裴孟飞 军区司令杨德志到车上谈话 谈话要点如下下午30到40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净 谭答但尽有但不够齐 毛说要经过辩论 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 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月进计划 进行大辩论 起码搞五天 毛说五天多了 可以先辩论两天 到地理生产一天 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 不经辩论 主意是你们出的 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说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谭说山东越上来了没有 谭越是越上来了 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谭说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 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 谭告 寿张县今年可以母产双千金 争取三千金 毛说去年四级干部会时 你们急于收场吗 急于将李峰暴露吗 你们只贴了两千张大字报 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 他们开四级干部会 贴大字报几万张 印了十本 他们的口号是帮省伟整风 开始大家不敢讲 以后闷不住 妖魔鬼怪都出台 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说 现在除了赵建民的问题以外 省人民委员会 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 已经解决 毛说如何解决的 谭说 那是王卓如搞的 还是赵建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建民 毛说 他有报告没有 谭说 他领导的专案小组 有一个报告 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 做了七条指示以后 还做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说 讲那七条时 我是温和派 那时没有事实 人家不服 以后有了马安行 人家财富 同时 那时国际上有波凶事件 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 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 不必反对吗 那时说 工人招多了 现在还是不够吗 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 这也没多大关系 去年招生少了 到处哇哇叫 今年又不够了 南宁会议 是去年八 九 十三个月 月进以后开的 问题解决的较好 成都会议 武昌会议又发展了 可惜你们没参加 他说 赵建民的报告 也像潘富生那样 将阶级斗争熄灭 将敌我矛盾 退出历史舞台 毛说 他自己 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 四个书记下台了 试者怎么这样换 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 惨无人道 参观水道 棉花时 毛问了很多问题 他一一做了回答 参观回来 在车上毛又对谈说 三年赶上英国 在家四年 苦战七年赶上美国 但是不要对外宣传 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 存山东省一个资料管理 我回北京以后 发现时间不对 9月5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发表讲话 不可能在山东视察 叶子龙会议录 记载毛泽东 8月9日 在山东农村视察 8月13日 人民日报上 有毛泽东8月9日 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 和讲话摘要 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 中和山东省资料馆 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 不过 报纸上发表的 中央领导人讲话 和实际不同的事 是常有的 可能是我把8月9日 错抄成9月5日 也许9月5日 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 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 毛泽东的态度 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还是要反右倾 还是要鼓干劲 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 三年赶上英国 七年赶上美国 还要引蛇出洞 鼓动人写大字报 让妖魔鬼怪都出台 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 赶上了河南 河北 然而 干劲鼓起来以后 出现的却是武风 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 早一个多月到山东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 刘少奇到山东省 受张县视察 他参观了台咸社 母产将达三万至五万斤的玉米 三万至五万斤的骨子 三十万斤地瓜 和红尾社 母产一万五千斤紫棉的封产后 赞扬他们说 你们压倒了科学家 他们没敢想的 你们做到了 这是个革命 报道说 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 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 他说 现在有的地方 组织了公共食堂 托儿所 缝纫组等等 是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 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 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封产情况 写回的调查报告说 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 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 力争三千斤 但实际 在搞母产万斤粮的高额封产运动 一亩地要产五万斤 十万斤 以至几十万斤红薯 一亩地要产一 两万斤玉米 骨子 这样高产的指标 当地干部和群众 讲起来像很平常 一点也不神秘 一般的社 也是八千斤 七千斤 提五千斤指标的 已经很少 至于母产一 两千斤的 根本没有人提了 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 著名的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 主观维新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 两位领导人 对山东如此古劲 山东在大跃进中 自然不会落后 第三 山东的武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 大跃进狂潮迭起 轻壮劳力都去炼钢 修水库去了 1958年 全省秋波面积 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1959年老天爷帮忙 风调雨顺 夏凉 涨势很好 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 土地没有播种 老天爷白帮的忙 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 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 8月开了庐山会议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于是又大办水利 从10月下旬开始 全省700万青壮劳力 开上水利工地 到12月初 达到887万人 甚至在1960年春夏 农村经济面临崩溃 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 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 不搞春耕春种 下收下种 而去大搞水利工程 田地只好抛荒 1959年 1960年两年 全省供荒地 5000万至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 是很有声势的 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 大办公共食堂 农户停止自炊 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 1959年1月 中共济南市委 在泰安召开会议 部署发展公共食堂 各地办食堂 在新高潮 泰山市 泰安县14处公社 388个核算单位 建公共食堂2610处 就餐人数76.65万人 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 占全区整办劳力的80% 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 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试试大会 分采矿 运输 剑炉 冶炼 冶炼 几炉大军 铁矿共有6家 矿工5000余人 投产的各种小土炉 19758座 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 水桶炉 大窑干锅炉 烧钢炉等计 462983座 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 泰安 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9月 中共泰安地委下发 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极点意见 全区始办人民公社 至1959年1月 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处 入社农户102.69万 占总户数的98.2% 入社人口412.32万人 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 其规模5000至1万户 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 相结合的正设合一体制 下设生产大队 办设出 提倡一大二公 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至1959年 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 和财务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 全省扩起了武风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 特殊风 生产 虾指挥风 以下内容 除了著名出处以外 主要摘字 曾牺牲1960年 10年12月16日 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存山东省大案馆 共产风 产风集中表现 在对财产一平二调 平即平局分配 调即无偿调波 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 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 劳动力 资金 土地 山林 房屋 车马 机器 作坊 农副产品 建筑材料 锄头 镰刀 铁仙 猪 鸡 鸭 水桶 灯笼 尿筒等大大小小的财产 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 张修宪群众说 切菜板子刀 便淡钩子烧 插把扫帚先 篱坝绳左边 下至黄泉 上至青天 都可以随便调走 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 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 大办钢铁 新修水利 办设工业 搞封产方 即在一块土地上 搞高产试验 办红砖学校 办养猪场 办食堂 办托儿所 办展览馆 开现场会 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 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 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 搞一平二调的 不仅是公社干部 上至省级 县级 下至生产大队 生产队 都搞平调 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 公价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 一平二调风 不是只刮一阵子 而是连续不断地刮 自1958年以来 连续三年 越刮越猛 日照县挂了15次 玉连县红宁公社 刮了29次 寿张县张修大队社员说 三年来有五次大清角 第一次是军事化大班家 清角家庭用具 第二次是大班钢铁 清角铜铁锡 第三次是清家荡产大投资 清角社员财产 第四是反满产私分 清角生产队的粮食 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 清角社员家里的粮食 多次清角 生产队 社员一瓶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瓶二调以外 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 打乱基本核算单位 1959年冬到1960年春 合并了30%的生产队 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 占生产队总数的60% 有的公社的规模 三年变了五次 农民说 今年变 明年变 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 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 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 过多地扣留公积金 不少社 对 连续几年没有分配 社员没有拿过工资 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 上报800多亿斤 后来落实到380亿斤 最后落实到287亿斤 1959年 粮食总产量 上报400多亿斤 原来是420亿斤 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 书童不听 报400亿斤 后来落实为270亿斤 后来又说是243亿斤 1960年 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 各市地委报的数字 是374.74亿斤 亩产405斤 粮田面积9261万亩 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 后来说 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 过程入库174.97亿斤 其余为自留地石边地的收入 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章县第一书记流传有 1958年上报 平均亩产5000斤 总产31亿斤 实际亩产只有297斤 总产量只有4.05亿斤 1959年上报 平均亩700斤 总产8亿斤 实际亩产只有298斤 总产量只有3.6亿斤 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不同意浮夸的产量 讲了真话 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 达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 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 或问题不大的错觉 因而 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 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 而膨胀起来 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 以水利建设为例 全省原定1960年 修建大中型37座 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 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 800万人上阵 第二个恶果 是把穷日子当赴日子过 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 但由于粗收浪费 放开肚皮吃 结果1959年春天 就出现了粮食紧张 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 但由于孤产偏高 仍把穷日子当赴日子过 到了1960年春 又发生了上年 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 这个报告没有说 即粮食产量浮夸 造成了粮食的高增购 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 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山东省很多地方 对社员强迫命令 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 大搞通宵夜战 分配过重的劳动 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 受光线收购鸡蛋任务 层层往下派 不养鸡的也得卖蛋 这个县寒桥公社 洛东二小队36户 只有一户养鸡 却强迫31户社员 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 逼得社员八坟 卖家具 受张县全县 为此拆房53000间 八坟38000多座 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 挖老百姓的祖坟 用拆来的砖瓦 盖大礼堂 盈宾馆盖大办公室 平民百姓哭哭啼啼 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 乱撤换干部 对完不成任务的 不服夸的 就扣上右倾保守 不听党的话 没有全局观念 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 被辩论 斗争 撤换 处分 五连县红明公社 自1959年以来 撤换基层干部192名 经调查 其中撤换错了的 有80多名 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 撤换了60% 全队54名党员 都当过干部 都被撤过职 队强迫命令 稍有不顺从的 就打骂和刑把 早庄市 殷平公社 南庄生产队 队长孙某 全村挨过他 打的人 有173名 社员张通云 死了小孩 没有及时报告 撤户口 就停口粮十天 一家八口被 饿死四口 一都县正母公社 副社长刘某 打了40多人 群众称他为刘百亥 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 有绑 压 打 洞 拔胡子 拧耳朵 不给饭吃 坐老虎凳 拨泪鼓等 1960年1月到7月 这个县被迫自杀的 社员 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 雷庄大队 专门成立了 打人执法联 连长范某一个人 就打了70多人 供销社干部李某 在修出场时 一夜就用木柴 打了60多人 这个公社 根据重点调查 打过人的干部 占30%至70% 社员因挨打 而上吊的死6人 自杀未遂的11人 伤重致残 和发病的24人 外流人口 4000多人中 也有部分 是因为受不了打 而出去的 卫海生产队 共有52个小孩 在大兵团作战时 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 不能抱小孩看病 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 干部却大倒特殊化 昌德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 商业部门的东西 要优先满足 公社党委的需要 公社党委50人 从1960年3月到8月 就吃肉1360斤 平均每人27斤 1960年10月12日 共青团山东省委 孙纪文 潘昭熙给省委写信 反映来无限的特殊化问题 其中写道 县委五个书记 除了田书记 经常到食堂买饭 和大家一起吃饭晚 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 每餐至少一个细菜 细粮随便吃 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 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五斤 据说第一书记王某 每月发猪肉票30斤 他爱人赵华 副县长每月20斤 今年国庆节 中秋节 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 书记每人分五斤 每个常委分两斤 剩下很少一部分 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 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 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 价值二三十元 这实际是送礼 不过是交钱而已 虾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 不尊重农民的意见 不尊重科学 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 生产队里重什么 重多少 怎么重 什么时候重 甚至和苗的密度多大 农民没有发言权 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 全由公社领导 或县里领导人 发好施令 农民明明知道 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 也不能说 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 谁就会被辩论 被批斗 这样的势力 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峰不是曾锡胜第一次揭露的 1960年3月 山东省召开了 有一万两千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 省委第一书记书童 在会上的报告中 也曾批评过五峰问题 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 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中 介绍了书童报告内容 毛泽东3月22日 23日 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做了批示 指出在一些县 社中 共产风 浮夸风 命令风又刮起来了 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 毫无纪律观点 敢于不经上级批准 一平二调 另外还有三封贪污 浪费 官僚主义 又大发作 危害人民 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 适当处理 教育为主 承办为辅 平调方面的处理 一定要算账 全部退还 不许不退 对于大贪污分子 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 书童撤职以前 武风还是十分严重 第四 山东省粮食产量和争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 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 这是最后的实际数 在当年年度 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 1957年至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 1957年 原粮是242.1亿斤 贸易粮是210.52亿斤 争购是51.04亿斤 销售55.66亿斤 竟拥有是215.14亿斤 总人口5373万 人均竟拥有400.41亿斤 1958年 原粮是287亿斤 贸易粮是249.57亿斤 争购是61.82亿斤 销售71.42亿斤 竟拥有是259.17亿斤 总人口5422万 人均竟拥有477.99斤 1959年 原粮是243亿斤 贸易粮是211.3亿斤 争购是74.69亿斤 销售66.73亿斤 竟拥有是203.34亿斤 总人口5373万 人均竟拥有378.45亿斤 1960年 原粮是182.34亿斤 贸易粮是158.55亿斤 争购是29.57亿斤 销售45.44亿斤 竟拥有是174.43亿斤 总人口5188万 人均竟拥有366.22斤 1961年 原粮是180亿斤 贸易粮是156.52亿斤 争购是42.95亿斤 销售40.93亿斤 竟拥有是154.5亿斤 总人口5265万 人均竟拥有293.45斤 资料来源 产量 争购 销售数据 取自1962年8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总人口数 取自中国人口 山东 表8-1中的计算 有粮点说明 参看本书 获取中原 表中的竟拥有粮食 其用途包括 口粮 饲料 种子 工业用粮 后三项扣除 竟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 大跃近年代 山东粮食产量 大幅度下降 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 1961年只有180亿斤 三年减少了62.1亿斤 即减少了25.66% 在产量下降的同时 征购却大幅度增加 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 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 1960-1961年 征购下降势不得已的是 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 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 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石边地产的粮食 例如 1960年的182.34亿斤 实际过程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 其余7.37亿斤 是农民自留地和石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 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半钢铁和上水利工地 秋收劳动力很紧 收割 大肠都很粗糙 浪费很多 风产不丰收 由于浮夸 误以为粮食很多 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 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 粮食就紧张得很 卫生部报告 1959年入春以来 肿病又有上升趋势 涉及面也比较广 其中 山东最为严重 1月至4月10日 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 死亡618人 仅4月1日至10日 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 在这期间 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 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 有的县开始搞满产私分运动 1959年3月8日 书童再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 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 棉花 油料等农产品收购 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 除了灾区以外 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满产私分 大闹粮荒 油料 猪肉 蔬菜不足的风潮 其规模之大 较至1953年 1955年 那两次粮食风潮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 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 闹得反而愈加严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虽然很多 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 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 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书童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 他还坚信 原来浮夸爆上来的产量 认为 还是大丰收 粮食哪里去了 他没有说 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 但认为 由于所有制的原因 生产队 农民 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 这也是反满产私分的理论根据 这不是书童的创造 2月份 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 反满产私分经验的批示 是2月22日 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 发表的是粮食问题 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 是2月28日 书童的文章说 满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 所有制的观点 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 在极权制度下 上面一呼 下面百应 作为风向大力 不应是不行的 同全国各地一样 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 书童也是大倒反满产私分 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 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 把满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 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满产私分的经验 书童亲自对这个经验做了批示 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 反满产私分为内容的 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 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 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 还是浮夸 认为有粮食 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负日子果 到了1960年春节 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 按220亿斤产量安排 种子30亿斤 饲料20亿斤 农村口粮食130亿斤 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 征购55亿斤 以上说的种子 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 又打了折扣 实际是不够用的 农村口粮130亿斤 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 每天只有12两 老乘 16两为一斤 12两即0.75斤 加上卖收以后多吃了一点 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 每人每天只有十两多一点粮食 加上地区不平衡 约有一千万人每天只有8两 即半斤左右粮食 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 征购55亿斤 也很紧 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 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 城市和非农业人口 统销25亿斤 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 20社办工业人口 加上降低标准 原来已经降了两斤 还有降低两斤 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 而且多数是白薯干 萝卜干 菜叶代替 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 远不是这个数字 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 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 是执行结果数 后者的产量和争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 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火 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 6个地区不包括青岛 烟台 临仪 有5加210处食堂停火 1960年12月20日 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十五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 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 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 到12月20日 已经过程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 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 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 减少了94亿斤 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 已完成42.8亿斤原粮 粮食年度 比去年征购实际70亿斤 少27亿斤 种子留了23.8亿斤 饲料留了4.3亿斤 口粮留了93.39亿斤 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 平均每人一年201斤 从粮食厅的角度看 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 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 调给种子1亿斤 华东支援2亿斤 征购42.6亿斤 1960年6月底 库存4.22亿斤 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 其中统销50.20亿斤 军粮1亿斤 种子1亿斤 损耗2.5亿斤 收支相抵后 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 他说 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 统销50.20亿斤 与各县要求销售的 粮食差2.5亿斤 今年三四季度 已销售出19.1亿斤 明年一 二季度 牺牲31.10亿斤 比过去三年同期 少8.14至14.18亿斤 1961年春 山东农村粮食情况 到1961年4月20日 全省农村口粮 尚有22.2亿斤 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 还有15.78亿斤 国家返销6.41亿斤 从4月21日到卖收的几十天内 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亿点 16进位 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 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 和不足5两的 占农村人口的30.9% 口粮不足5两的现有 吉墨 郊县 平原 藻庄等 要知道 这不足5两粮食 还包括地瓜干在内 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 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 而这点粮食 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 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 那时没有油 没有复食 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第五 管桃事件 管桃署辽城地区 后合并于关县 武丰对农村的摧残 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 而引起的高争购 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 从1959年春天开始 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 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 不让向上反应 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 是管桃县 管桃事件是怎么揭开的 1958年12月 在党代会的时候 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 中央转到省委 省委转到地委 地委转到县委 县委不认账 地委也不认账 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 最后他直接去北京 找到门路告了状 中央知道了情况 有关部门打电话 指令认真处理 省委 省人委 才派邓晨熙 王斋去调查 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火 到处都有饿死的人 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窟 从山东省委 省人委 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 可见一斑 这个报告说 自1月份以来 管桃县食堂停火 半停火的状态正在发展 截至1月10日 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 很难举出准确数字 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权限 权限7个公社 有6个公社有停火 半停火的村庄 其中以房债 柴补 卫塔债 三个公社最多 攀庄 北管桃 八岔路 三个公社次之 南管桃公社虽然现在 还没有发生问题 但现存粮食 包括地瓜干 萝卜干 也只能吃一个月 据各公社自报 全县1195个食堂 完全停火的 有82个 据群众反应 绝不止此数 半停火的更多 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 就没有见粮食 吃地瓜和萝卜干 已经四五十天了 房债公社卢里大队 有4个食堂 在去年中秋节后 全部吃地瓜 11月全吃萝卜 12月29日停火 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 才于1月9日 10日两天开火 食堂停火 半停火以后 社员四处觅食 不能远出者 就进食动地瓜 冻萝卜度日 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 屈州 大明等地 投亲靠友 逃荒要饭 有的卖儿卖女 有不少姑娘 老太婆出门求假 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 有人偷盗 自杀 因恶和恶家病者 死亡二三十人 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有的村劳动力 全部逃光 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 自1958年10月以来 仅到邯郸一地桃荒的 就有一万三千多人 检查组访问了 五个公社的 二十多个村庄 所到之处 男女老幼 哭诉饥饿 惨不忍睹 县委 按照自己 估计错误的高产 安排 争购任务 和社员生活 争购任务在先 社员口粮 有名无实 或名多食少 食堂决粮后 有的叫社员自愁 有的干脆宣布 院食 院偷自己办 本来没有粮食 反而家景 何时产量 高产不散会 发动群众 反满产私分 挖老鼠洞 极小仓库 挨下挨虎 搜粮食 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 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 对干部 虚报产量不满意 这次检查组下去前 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 不让群众 向检查组反映情况 只许说产量高 吃得好 不准说吃不饱 没饭吃 谁乱反应 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 对干部不关心 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 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 不少干部打人 骂人 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 不脱光 就是没干戒 强迫社员彻业劳动 冒雨劳动 有村庄 强迫青年妇女 脱光衣服劳动 群众反映 秋收烂在地里不收 却强迫群众 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 中共中央批准了 山东省委 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 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写道 1958年 全国受水旱灾面积 是4亿亩 承灾面积1亿亩 其中80%是旱灾 经过几年水利工程 旱灾规律 已经发生了变化 老规律是承灾承片 易于发现 新规律是旱灾插花 容易忽视 在丰收地区 往往有一些减产 或平产 或增产不多的地方 如不注意 就容易在这些地方 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 管桃事件是发现的 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 如果从这个事件中 吸取教训 采取措施 可以减少其他地方的灾难 遗憾的是 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 全国性的大饥荒 已经来临 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 可以看出 他们把管桃事件 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 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 还强调自然灾害 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 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第六 锦宁事件 在管桃盖子揭开以后 锦宁的盖了也揭开了 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 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 到锦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锦宁 在锦宁停留了22天 到了巨野 曹县 金香 扇县 和泽 运城等六个县 找了运城 锦宁第一书记谈了话 开了十几个座谈会 访问了一些农民 他的考察 还是很深入 很全面的 3月23日 他从锦宁给给第一书记 书童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 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 有的虽然下了地 也是应付应付 效率很低 锦宁一个对24个人一天 只交一亩麦子 全县72万亩耕地 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 生畜死亡仍未停止 约有两万三千头 死了五千头 还有瘦弱的 现在能使用的 仅有两千一百头 据野 曾县 曹县 挖麦苗吃的现象 相当普遍 有些封产田的麦苗 也被挖掉吃了 运城县发生 抢粮库事件 130多起 有一万多人参加 抢去粮食 19万多斤 昨天早晨 宋江公社 又有50多人 集合准备抢粮 金香县 共62万人 据他们汇报 有42万人 需要救济 前天 往扇县运的 两万九千斤粮食 形制金香 被抢走了 一万三千多斤 有一百多人 伪装成巴野菜的 舰运粮车来了 就一冲而上 扇县草马公社 前次四级干部会上 爆出满产粮食 六百五十万斤 会后 只搞出二百斤 大庄区 一个生产队长 报告满产八斤 回家后 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 不是个别的 由于措施适当 生产没有安排好 现在除了挖麦苗 包树皮吃以外 据也把枕头里的汤 也扒出来吃了 田桥公社 鱼树皮四脚钱一斤 饼干一脚钱一片 有些人饿的脸 已经变了颜色 有的摔倒了 爬不起来 全县水肿病人 原来四千人 现在一万两千人 人口外流现象 也没有停止 扇县早庄管理区 最近每天逃走12人 有一个生产队 弃鹰六人 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 现在只穿单裤 居也县 已经发现饿死的 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 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 有的连脸也不洗了 大小便随地拉 根本无心过日子 弹部不愿来参加会 众山公社一位干部说 我一见众山头 就头皮发麻 一进众山城街 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 从济宁给书童的信 很多妇女 小孩提篮子挖麦苗 有的树皮也曝光了 牲畜毛猪大量死亡 龙居破坏非常严重 扇县原有牲畜 四万四千五百三十二头 死亡一万零六百六十九头 占百分之二十四 原有农具 五万八千七百八十四件 破坏三万六千四百四十六件 占百分之六十二 据地委初步统计 最近三个月 非正常死亡一千二百多人 我看不知此数 已发现 妻子麦英五十八起 扇县仅三个月 非正常死亡二百五十三人 菜堂一个公社 死亡一百五十三人 有一个生产队 七英六人 曹县一个县 外逃四万多人 全地区 外逃跑三十四万人 他们在外面流浪 有的半途饿死 有的自杀 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 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 据了解 仅在河南开封 就死亡六十二人 情景之惨 病人难忍 影响之坏 无法估计 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 曾达六十七万多人 扇县四月上旬 水肿病达五万三千多人 皇后楼一 二排三十二户 二百六十人 患病的达二百二十七人 占百分之八十一 很多人卧床不起 有的大小便不通 有的肚皮 肿裂了口 据野县流关屯村 共三千多人 有一半以上水肿病 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 在所有之问题上 不仅是一瓶二调三收款 违反按劳分配 等价交换原则 而且还大量侵犯了 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 例如 珠阳大集中 粮食一脚灯 即全部入国库 苦占两周夜 完成三脚梯 即粮食 钢铁 珠阳都大集中 扇县实行穷拉平 全县统一分配 据野 运程去年秋收时 只准留三天口粮 其余全部入库 实行三库合一 国库 社库 对库 全部变成国库 他们全县叫好的大车 和大牲畜 无代价的 划归线运输公司 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 归干部所有 很多地方 江梁 草 菜 砖瓦 大材 锅 全都归了工 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 实行移村并村 全县几天之内 移村714个 36140户 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 群众说 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 还厉害 秋收季节 抽掉了160多万劳动力 脱离农业办钢铁 挖煤矿 修铁路 搞大型水利工程 加上深藩土地大兵团作战 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 造成秋收粗糙 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 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 发现粮食紧张后 又采取抽付济贫的办法 地县领导 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 死肯母产1000斤 800斤不放 群众不承认 公社向县里报的账 地县委则扭住不放 据现在检查 母产只有400多斤 说下面又轻刮台风 去年12月 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 今年3月上旬 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 都采取了回忆对比 诉苦算账 反对满产私分 反对本位主义 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 在四级干部会上 爆出粮食9亿多斤 地委领导很得意 但散会后 干部外逃 很少拿出粮食 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 外逃4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 有粮食不报 吃饭饭法 私藏4辆钢铁 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 为收费钢铁化钢交指标 母产不上500斤的豆子 一律翻掉 升翻不到一尺半的 不准下种等口号 大搞强迫命令 擅限反应 干部有三大法宝 一辩论 二戴帽 三拔白旗 对群众 对群众进行 体罚的花样 有十多种 如顶灯柜砖 穿梭 拔头发 挂玻璃 喝小便 坐飞机 学龟爬 熬鹰 戴高帽子等 群众说 他们比汉奸 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 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 但书童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 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 到了冬季 毛主席不同意 再搞反完产私分 但书童还在农村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中 又搞反完产私分 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 书童始终强调 是下面的思想问题 有点实际问题 也不大 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香县防治种病检查情况简报 记载了隋同省委 裴孟非书记下乡的王英渝 1959年4月29日 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 这封信说 金香县在元岳 就在渝城公社 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 经调查 全县有5000多人 到3月 发展到39000多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6.2% 其中 以渝城公社为最严重 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 有水肿病人 17295人 占总人口的21.6% 4月份又有发展 据4月26日统计 全县累计发病10万02426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16.5% 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 有58,034人 死亡792人 这个县对水肿病人 推行了偏方治疗 盲消煮鱼 仓树散 丝瓜落煮糟等 第七 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管桃事件 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 还有何泽事件 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 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 83万9925人 这些严重的情况 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 但左京狂热的思想路线 没有改变 在庐山会议期间 书童上山开会去了 陪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 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 和争购任务重新做了讨论 比原来要实际一些 书童从庐山带回来 反右倾的最高旨意 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 还让裴孟飞做检查 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 也要做检查 这样 左星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 到1960年夏季 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纠层提出 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十分欣赏 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 在干部中广为印发 结果怎么样呢 修水库占了土地 还使大量土地言简化 老百姓哭鼻子流泪 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 拔老百姓的祖坟 用拆房子和拔祖坟 得到的砖瓦木料 盖礼堂 盖营宾馆 盖大办公室 到1959年就食堂停火 水肿病大量流行 饿死了不少人 林徐县大鱼大队 1959年秋收 40多万斤粮食被蒸购 剩下人均口粮 仅100多斤 从11月起 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 此外又宣布 刮菜袋口粮 萝卜四斤顶一斤 菜叶子五斤顶一斤 南瓜2.5斤顶一斤 玉米街 包去了玉米的光棒子 花生壳 豆街 瓜秧墨碎 也算是农民的口粮 实在凑不出了 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 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 算起来 每人的口粮 又多了40斤 最后向上级报告说 每人口粮357斤 但一天四两粮食 维持不了生命 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 死的人多了 赶不及埋 许多人报失路旁 赵建民在一次发言中说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 这一年半时间内 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 外留109万人 人吃人的现象 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期 没有文字 但有口头汇报的 还有十多期 1957年 山东人口5400万 1960年 只有5200万 从1954年到1957年 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 以1957年为基数 1960年 应有人口5700万 而实际只有5200万 少了500万 寿章县一个村庄 没有生小孩的 王成怀同志 向书同汇报说 资博地区死了11万人 他还满不在乎 说安徽 江苏也死了许多人 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 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 是山东人 1960年 在通卫县大批饿死人后 他被派到通卫县去处理 就在这时 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 去甘肃找他 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 与通卫县差不多 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 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 都饿死了 山东死了多少 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 到处可以看到 饿死人的惨状 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 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 拿着一个破瓢要饭 饿得倒在厂门口 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他饭吃 也没人看他 最后饿死在厂门口 为什么这样 因为给他饭吃 就会被说成右倾 不敢管他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 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 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 由于饥饿 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 1960年征兵工作 也不得不推迟 有些连排干部家属 在部队驻地乞讨 有一位军官家属 对丈夫说 这种年头你 顾不了我 我顾不了你 把孩子送给人家 咱们各奔前城吧 一个战士全家 讨饭去东北 父亲临走时去部队 父子见面后 抱头痛哭了一场 有一个排长全家 死的只剩下一个小弟弟 一个连队 一个时期 接到15分电报 其中13份报告家里 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 破坏了生产力 1960年 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 比1957年的2173万人 减少了384万人 1960年 耕畜比1957年 减少了237万头 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 土地荒芜 耕地面积比1957年 减少了1900万亩 盐碱地由1500万亩 增加到2000万亩 粮食产量 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 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 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 进行计算 根据中国人口 山东分测中的 历年死亡率资料 可以计算出 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 非正常死亡 184.43万人 少出生225.66万人 薄一波告诉赵建民 山东饿死了300万人 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 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第八 书童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书童 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 他出身贫寒 师范学校毕业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 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谭启龙是第二书记 赵建民是第三书记 1955年5月 中共中央曾打算调书童到人民日报任社长 后来没有成行 在这期间 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 谭启龙是第一书记 有一次 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 在接待时 谭介绍书童时 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 是军区的政委 有档案资料称 书童对谭启龙 因此对谭猜记 怕他取而代之 书童怕失去封疆大利的显赫地位 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 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 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接盖子 当时山东属华东局 1960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 宣布中共中央决定 免去书童职务 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熙胜 接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熙胜走马上任 10月29日 他做了一个大报告 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 为战胜灾荒 克服困难而斗争 这个报告 用大量事实指出 山东问题的严重性 一 农业严重减产 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回到1949年的水平 二 口粮严重不足 三 病情严重 420万人水肿 四 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五 耕地减少 六 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 他批评说 庐山会议上 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 书童没有照办 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 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 书童仍然没有办 北戴河会议 毛主席指示 要抓紧时机 集中劳动力 争取秋季多打凉 多种菜 大抓秋种 争取明年收成 比哪一年都好 书童没有认真传达贯彻 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 误了季节 曾希胜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 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 而人为灾害 又主要是因为 原省委第一书记舒童同志 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 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 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 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 而且抽掉了一批干部 并在调拨大批粮食 医药 种子 以及其他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胜承认 死人是人为造成的 这是对的 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 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 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童从封江大利 变成了批判对象 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 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 集中揭发批判舒童的错误 山东省档案馆保随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 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科庆师主持 12月16日 曾希胜做了长篇发言 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武风的严重性 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 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 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 他批评说 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 舒童是带对人 带对人带得不好 领路人也应负责 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 是别有用心的 舒童的错误因由他自己负责 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 曾希胜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 开拓得一干二净 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 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胜定的调子 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 向舒童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童对毛泽东 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利 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 把近两年的工作比作十个指头 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 缺点错误 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 再强调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 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 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 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舒童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 甚至莫得传达毛泽东 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 为什么没有传达 舒童在检查中说 他给群众泼冷水 出于同样的考虑 陪孟非建议他在传达时 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 在一定的范围内提议下 舒童没有同意 反而批评了陪孟非 会上揭发舒童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 在1960年4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 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 把指标压下来 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 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 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 争购任务为70亿斤 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 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 还不面对现实 为农民解决问题 还在全省搞反满产私分运动 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 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 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 国内工作提出 保粮 保钢 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 毛泽东要求 各省要集中劳动力 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 大抓秋种 争取明年下收成 比哪一年都好 舒童回来后 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 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 一直开到10月份 龙食已经耽误了 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 在批判舒童的省委扩大会上 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 原来舒童和一个女护士 有非同一半的关系 到了青岛以后 舒童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 除了参加 她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 不适合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 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 跳舞 要给女护士打胎 打完胎以后 又要休养恢复健康 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 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 舒童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 后来陈云要来济南 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催他提前回来 青岛会议没有开好 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 山东的饥荒 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 有人说 中国不是议会政治 而是会议政治 会议怎么开 开多长时间 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 中央如此 各省也如此 舒童12月10日的检查 讲了 由于他的工作失误 给山东带来的损失 与会者不满意 没有过关 12月13日的检查时 他一开始就说 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 不但检查错误 而且向大会请罪 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他列举了中共中央 自郑州会议以来 等一系列的纠编政策 检查自己执行不利 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 是因为从左的方面 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 庐山会议的精神 本来就是左的吗 他这么执行了 还要检查 书童好不冤枉 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 功名调育 好大喜功 好出风头 急躁冒进等帽子 因此 再做计划 定指标 提工作任务的时候 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 争先恐后 从主观愿望出发 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熙胜身挂两省率印 其实 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 曾熙胜到山东 来接书童的盖子 却仅仅捂住自己的盖子 相比之下 书童比曾熙胜要老实得多 书童丢冠以后 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1961年下 山东省的辽城 德州 惠民三专区 6月份饿死人 16700人 9月份上升到35600人 到10月 仅辽城一地外流讨犯人数 高达10万 卖儿卖女者985人 有夫改嫁者869人 个别基层组织 已完全瘫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